一艘艘漁船不斷在海面捕捞 因為蠻苗在高屏沿海罕見大爆發 船出有漁民一夜就撈回 價值百萬的蠻苗 蠻苗在水中活蹦亂跳 其實蠻苗的捕捞時間 只有在11月到隔年2月 一年只有4個月的時間 但近年來蠻苗數量不斷減少 讓不少捕蠻人苦不堪言 沒想到芳僚到東港外海 突然出現大量蠻苗 漁民每晚都忙著出海捞金 海上撈白金的盛況從9號開始 以當時每尾140塊計價 有漁船一個晚上就近賬百萬元 其他漁船也都有十幾萬的收入 百萬元 九百萬這樣嗎 這其實有啊 一天就是最好 就是不幾百萬 高頻沿海蠻苗大爆發 原因有很多 可能與去年黑潮逼近沿海有關 也關係到盛英年的趨勢 不少漁民都是第一次見過那麼多的蠻苗 也紛紛把握時間趕緊補蠻苗 希望能過個好年 記者張春華林玉君屏東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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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